加拿大方面罔顾中方严正交涉 以所谓干涉加内政的谎言为由 公然宣布一名中国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中方向家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中方从不干涉别国内政 所谓中国干涉加拿大内政完全是无稽之谈 是对中方的污蔑抹黑和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操弄 加方以莫须有的罪名宣布中国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 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蓄意破坏中家关系 性质十分恶劣 一段时间以来 加媒体和有关政要援引所谓加安全情报局机密文件 编造虚假信息 抹黑中国驻家使领馆 有关指责毫无事实根据 纯属别有用心的捏造 针对加方无理行径 中方决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 宣布加拿大驻上海总领馆领事真议会 为不受欢迎的人 要求其5月13日前离华 这是中方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之举 完全正当和必要 我要强调 中国驻家使领馆及外交领事人员始终遵守有关国际公约 和加当地法律法规 依法履职 加政府基于谎言 采取严重损害中国外交领事人员合法权益的错误举动 中方绝不接受 中方维护自身利益的决心 坚定不移 我们奉劝家方立即停止无理挑衅 如家方不停劝告 肆意妄为 中方必将坚决有力回击 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必须由家方承担